塔利班组织在短时间之内攻抢阿富汗 让全球震惊 那不少极端组织甚至是送上祝贺 声称塔利班的胜利是全球各地圣战者的榜样 不过恐怖组织IS伊斯兰国却是不以为意 反而认为塔利班是美国的代言人 还扬言可能会在阿富汗展开圣战 IS组织指出 塔利班跟美国谈判是被美国捧上台的傀儡穆斯林 认为他们的信仰不正统 因此扬言正在为下一次的圣战做准备 而目标就是塔利班组织 那根据美国CNN的报道 美国接获情报指IS组织可能会在人潮拥挤的 喀布尔机场以及周边的地区 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目前美军在塔利班的协调之下 规划了新的撤离路线 并且要求民众遵照新路线撤离 避开人潮之余 也希望能够驱散机场外围的大批人潮 不过目前 喀布尔机场外面的情况还是很糟糕 数以千计的人潮 挤在机场外面待了一个小一个星期 被闷热的天气还有人群挤压 几乎是喘不过气 而目前已经有七个人死亡 那英国天空电视台直击到人采人的情形 指不少人因为受伤而脱水 然后瘫倒在地 然而如此恶劣的情况却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阿富汗人离开的决心 机场外围的人潮并没有减少 反而还越来越多 塔利班在阿富汗夺权后 首都喀布尔机场已经持续混乱了一个星期 直到昨天 依然有上千人犹如沙丁鱼罐头般挤在喀布尔机场内外 有的手里拿着护照或文件 不断地向驻守军人示意 争先恐后的想要争取搭飞机离开的机会 除了成人之外 现场还发现许多幼童 烈日当空下 民众驻守在机场内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人群中开始有人脱水倒地不起 民众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 现场驻守的士兵也只能提供饮用水给民众降温 必要时朝天空鸣枪 希望民众可以保持冷静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